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华镜家阿米的发华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登场最新消息 因为欧洲供应链危机正持续发酵 许多货品都处于紧缺状态 导致欧洲消费者不得不未雨绸缪 提前准备圣诞年货 而圣诞彩灯由于造型别致 无疑成为了圣诞节最佳的节日气氛担当 圣诞彩灯装饰共分为两大类 装饰性灯串或装饰性造型灯 装饰性的彩灯串包括了室内外乌丝灯串 室内外LED灯串 而装饰性造型灯则包括了室内外造型灯 虽类似小彩灯 灯串制作工艺简单 流程不复杂 但由于灯具存在火灾 电机等安全隐患 各国对圣诞彩灯的管控也有严格要求 具体而言 亚马逊美国站就要求商家的灯串 要提供UL588认证 欧洲则需要提供CE认证 尽管今年许多圣诞商家订单量翻倍增长 但却普遍面临着出货难题 毕竟今年全球航运延误严重 港口拥堵 集装箱短缺的现状一眼望不到头 发货速度放缓 交货时间拉长 资金周转不畅 国内专家预测 我国外贸进出口数据 或在短期内难以回到往年的正常范围 全球供应链紧缺的问题将持续到明年 所以国内的商家 还是需要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 塑造好品牌 以不断求变 适应复杂的市场环境 本节目特别感谢以下的伙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onsieurnya associate ede